玄语宫 弥勒黄佛说法 弥勒黄教文化出版 四 是念玉绝法 是 是观 观入其想 观身其境 观其六 触观意其心 此处所讲的观 并非是指用肉眼去看 而是以内心的智慧之眼 去看去感受许多事物 一如蝙蝠夜行时 虽然难以事物却可以去 感受周遭的物体 同样的人类也可以 用心的体会 融入其所至于的空间内 甚至于多次元空间 关于一切有形与无形 不再受限于肉眼本身的 认为 念就是 念力与心力的结合 念随我时 时运其通 念法随真 道义楚然 念力是一种磁波 当我们已达到正心正信 正等正觉之境 其身体的磁场能量强大 其念力也随之增强 故当你想要达成某件事时 只要念力发射 自可以完成你所认为的事 欲 就是欲望 欲念其为 为心见己 己欲所向为福至终 人一生下来就有 七情六欲 每个人都有欲望 功名的欲望 利益的欲望 征服的欲望甚至 修行的欲望 成佛的欲望 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本来 就是个龙蛇混杵之地 拥有神性 魔性 妖性 兽性等不同的智 不同的声音在提醒我们 使我们产生矛盾与挣扎 只要能真正地面对 体悟每个不同的你 见物形身的以忠道思维 去看待 认知这个自我本身的 小宇宙体 使之能达到权衡 阴阳自然调和 就如同太极 觉 就是觉悟觉思 觉正其心 觉明其念 觉身其欲 觉真其观 发觉每个在你周遭的事物 明白每件你所想的事物 觉知任何有所感触的事物 就算是一枝草一点鹿 皆欲从中学习 与认知各中之玄妙 本功法所讲的是一种 无私无为的中道法 万象随之而生 自有它生命循环的道理 以无为的思想用识 去体认每件事物 使身体上的每个细胞 每个眼耳鼻舌身 亦 都形成每一个完整的你 而达到全我论之境 佛门中有九十眼识 耳时彼时舌时身时 亦时莫纳时阿赖耶时无我时 则需修行至地时时 全我时才算完整 这是个转列点亦是个新的 起点 前述之三种功法都属 灵性的教导与启发 而是念欲觉法则是 使其自我灵性 引导本体结构 自我本身 认知及体悟 宇宙天国的存在 生活且融合于宇宙天国的 思维中 由新层深处启发 原有之 神性教导 是无上智慧 自在有律的生活 在宇宙天国的浩瀚领域中 见物形身于般若波罗蜜多 而得志于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之真 视觉其微 观语道机 念随运通 无知无爱 欲闻横为 知徒道反 绝明自我 豁然打中 助简顺开 时运八方 中道思维 自小大爱 顺天而起 自然相成 禀足证实 全我道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